面对菲律宾挑衅 中国90艘舰船在南海准备好了口袋阵 那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自中国海警第三号令生效后 南海元首已到90艘中方舰船到位 在南海布好了口袋阵 但菲律宾还试图继续在南海挑衅 关键时刻 中国海警采取行动 给了菲律宾船只教训 对于这两件事 我给大家说三点 第一点 中国部署重兵是在威慑美军 目前中国部署在南海的90艘船只 包括一艘075型27攻击舰 一艘071型船物登陆舰 以及三艘055大型驱逐舰 光这五艘军舰的总吨位就接近了10万吨 而菲律宾海军总共只有两艘 韩国帮忙建造的2000吨级轻型护卫舰 有点实力 其他都不值一提 所以我国的这支海上重兵 显然不是为了针对菲律宾 这个口袋阵是给美国准备的 因为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一直在南海周边徘徊 美航母显然是在给菲律宾撑腰 只要美国海军舰队还在南海一天 菲律宾就会采取更多挑衅措施 所以我们必须在南海开始反包围 才能对美军产生威慑 让他们彻底放弃在南海支援菲律宾的想法 第二点 菲律宾准备不撞南墙不回头 当下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三线出击 在天边礁 飞方准备重演坐摊菲律宾海警船 已经在仙兵礁西湖滞留了超过50天时间 而在前几天 菲律宾派出船只试图冲击黄岩岛海域 结果被中国海警拦截 最后 飞方船只不得不后撤32海里 但没过两天 菲律宾再次派出了一艘运输补给船 试图闯入仁爱礁海域 中国海警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派船对其进行了管制措施 按照中方发布的消息 飞运补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 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以不专业方式 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 导致发生擦碰 责任完全在飞方 可以预见的是 虽然海警第三号已已经升 但在中方没有具体执行之前 菲律宾还是会继续挑战中方底线 第三点 中国在南海已经组建了一整套应对系统 从中方部署来看 目前我们是用海警船和海军舰队相配合 来应对菲律宾的挑衅 海警船负责在一线与飞方进行维权斗争 而解放军军舰则负责震慑菲律宾 和隐藏在其幕后的美国 如果非美敢打响第一枪 解放军海军舰队就会马上 为冲在第一线的海警船提供支援 再加上目前出现在南海珠岛礁附近的大量渔船 中国已基本实现对仁爱礁 仙宾礁和黄岩岛海域的完全控制 在美国航母战斗群以仓皇逃离的情况下 菲律宾只能搞政治阴谋了 面对菲律宾挑衅 中国日前 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一份 要求延长菲律宾大陆架的文件 具体是想把自己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扩张到350海里 而且菲律宾还试图到国际仲裁庭 搞新一轮南海仲裁 可以说菲律宾现在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 但是中国对南海珠岛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不管菲律宾怎么做 只要中国实际控制着南海地区 那菲律宾任何阴谋都会被粉碎 如果菲律宾想谈 中国依然会表现出善意 如果菲律宾蛮横无礼 那中国可不会惯着 对于不怀好意的国家 中国也会出手狠狠的教训 这几天 关心或不关心南海局势的国内网友 都在为中国海警对非法冲创 仁爱交临近海域的非军船艇 采取的执法行动而欢呼喝彩 有图有真相 《环球时报》获得和公布的现场执法影像 比文字描述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环球时报》记者6月18日获取的影像显示 此次飞方的非法运补行动中 一改以往采用木制的油纳扎号船 作为运补船的策略 而是采用航速更快 机动性和突破能力更强的 飞军方硬壳冲气艇和改装的钢制运输船 作为运补主力 其中钢制运输船还做了加固处理 该船驾驶室的前挡玻璃和左右闲窗户 都加装了钢板 以抵御中方采用的水炮拦阻等管制措施 现场影像还显示 此次非法运补行动中 飞军出动的运补船上甚至还架有机枪 面对中国海警船的依法警告规制 飞军运补船丝毫没有减速掉头的迹象 而是持续加速航行 执意顽抗 中国海警船执法过程中 飞方运补船多次做出危险举动 试图从中方在仁爱礁正常作业的渔船左衔穿越船手 并在位于中方海警船左衔位置上危险接近 蓄意冲撞中国海警船 面对执意顽抗的飞军船艇 中国海警出动橡皮艇和冲锋舟以前后夹击的方式 强制驱离飞军的运补小艇 此外 中国海警执法人员还登临飞军的运补硬壳冲气艇开展检查工作 并在飞方小艇上搜出防弹衣等军用物品 据飞方自己透露 被没收的还有八支自动步枪 看完这段影像 有两个想到了 两个没想到 一个想到了 是飞方的挑衅必定会升级 6月15日 中国海警局出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开始生效 其中规定若出现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等行为 中国海警可拘留审查 涉嫌侵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海域的外国人最长60天 中方出台的这一规定 对于一直以来在中国南海蓄意挑适的飞方来说 它必须且不得不以身试法 如若不然就等于菲律宾服软承认前期所有对国际秩序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是非法的 所以菲律宾即使知道自己的挑衅行为是皮肤和大树 但仍幻想靠美国能下阻住中国 果不其然 在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生效次日 菲律宾又一次违背承诺 另一个想到了 则是中方必定做好了应对飞方挑衅的万全准备 从小马克思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 非方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 又一次在南海挑衅中国的主权 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以及台湾局势的变化 美国唆使菲律宾挑起中非冲突的心理越来越急切 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也就越来越激进 对于菲律宾的挑衅 打就落入了美国设置的陷阱 美国必将借此向中国发难 转移它在欧洲和中东的压力 做事不理则会让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甚至会让美军把兵力部署进南海 严重威胁国家战略及国家安全 面对这一个两难的选择 中方出台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从法律的角度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合法性 也给中国海警在南海执法提供了更多工具 正因为如此 非军船艇在17日凌晨 企图向非法坐贪军舰运送物资 便被中国海警给拦了下来 没给他们一点挣扎逃脱的机会 一个没想到是中国海警采取多种措施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会如此坚决果断 此前面对非方的挑衅 中国海警采取的反制措施一般是警告拦阻 最多是用水泡给挑衅的非方船只洗洗澡 可这一次 中国海警除了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之外 还首次采取了登林检查 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 更劫期的是 非军的人员被扣押 枪支被收缴 挑衅用的船只也被破坏 失去了行动力 同时 非军恐怕也没想到 这就打了有备而来的非军一个措手不及 加固船只又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地接受中国海警的登船检查 开了这个先河 非方今后再想挑衅中方 那就要好好掂量一番了 另一个没想到是非方如此不中用 非媒在报道中引用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 与以往行动不同的是 非方此次行动由菲律宾武装部队主导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只负责提供秘密支持 其中 非海军的特种作战大队也参与了此次任务 可是 菲律宾海军的特种兵在中国海警面前好像抵抗了 好像又没有抵抗 虽然 非军把步枪带上了船 运步船上甚至还架起了机枪 可他们面对中国海警的围追堵截 愣是一枪也不敢开 通过这一次事件 非方在海上行动 舆论 外交等方面的协同侧应 来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阴谋可算是破了产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非军的特种兵在中国海警面前居然也是不堪一击